另一個令人關注的則是距離聯邦政府新的財政年度 在10月1號展開只剩下幾天的時間 為了避免政府停擺 反對歐巴馬健保改革的眾院共和黨人 可能稍微讓步 一例預算案及時通過 但是轉而利用10月17號 聯邦舉債將達上限 來迫使健保改革計畫延後一年實施 如果府會沒有辦法達成舉債上限協議 政府停擺的威脅將繼續存在 而面對政府可能停擺 民眾有五個重點可以觀察事件的發展 對於政府可能停擺 民眾觀察的第一個重點是 要解決問題 端看國會與總統如何協議 當國會通過預算案之後 總統就會簽署法案成為法律 由於政府的財政年度從下個星期開始 因此期限才會定在10月1號 第二 歐巴馬所推動的健保改革 雖然近來的支持度有些滑落 而共和黨領導的聯邦眾議院 堅持要在不對健保改革撥款的情況之下 才會通過預算案 但民主黨領導的聯邦參議院 以及總統歐巴馬都不同意 因此還得看雙方如何協調 第三點 這並不是美國政府首次出現停擺的情況 早在90年代就曾經發生過兩次 其中一次還持續了21天 這也是美國史上為期最久的政府停擺狀況 第四 對於民眾的生活 多少會有些影響 像是旅遊計畫可能要改變 因為國家公園或是博物館 都可能因為政府員工被迫放無薪假而關門 而申辦護照或政府貸款也可能因此無法辦理 不過一些特殊服務則會持續 像是軍隊 聯調局 航管局等人員 都還會堅守崗位 而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等等 也不會因此叫停 第五 若政府關門的情況持續 則對於經濟會造成較大的衝擊 在此脆弱的經濟體質時期 這點不得不讓人擔憂 網站 母 超 小 感谢观看